大姐 莉莉一天是我的学生 就永远是我的学生 她再与不再 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如果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 尽管给我打电话 张震创作作品 你来了 别怕 我告诉你们啊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钱我带来了 这回咱们俩清了 以后走大 接着看着小爷 别忘了给小爷鞠躬 张震讲故事 小心 前些天 你不是一直和一个叫 叫什么夜 什么空的人聊着来的吗 夜落蒙空 欢迎收听 由张震创作并讲述的 长篇小说 失控 声音表演 小静 群声呈现 张震讲故事工作室 第39集 送走了方丽丽妈妈的周宇楼 在压抑和孤独中度过了一天 傍晚 她在家楼下的酒吧里 独自一人借酒消愁 然后刚走出酒吧大门 她就接到了学生处刘处长的电话 周主任 有一件事 我现在必须要跟你说一下了 刘处长最近正在审定学校的招生宣传册 那是她主管的工作之一 每年在高考的艺术家事前夕 艺术院校都会发放这种宣传册来吸引声援 在声音 宣传册向来是由各系分别提供内容 最后由学生处统一审定的 而在声乐系提供的那份宣传资料里 周宇楼重点提及了刚刚结束的中国合唱节 在这届合唱节上 深江音乐学院声乐系合唱团 一举夺得了专业组的金奖 在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这个成绩自然也很让周宇楼欣慰 所以她除了在宣传资料里介绍了获奖情况之外 还特意把一张合唱团的合影也附在了里面 刘处长打来电话要说的 就是这张合影 方莉莉在合影里 周老师 你看你们信可不可以把这张照片处理一下 把方莉莉换成别的人 要么干脆去掉 现在这种技术很发达的 周宇楼大为诧异 为什么 这还用我说吗 方莉莉出了那么大的事 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学校的声誉 别人看到这张照片会怎么说 快看 这个就是音乐学院那个卖银自杀的女生 周主任 你们取得的这个合唱节的成绩固然很好 但是成绩和错误 是两回事 就因为是两回事才要保留 方莉莉是发了错误 但这不等于她一生 都是错误 一生两个字 让周宇楼不由一斗 她反问电话那边的人 刘处长 方莉莉和所有人齐心协力取得了成绩 这总不错吧 这张照片中理应有她一席之地 凭什么把她抹掉啊 刘处长 你不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可笑吗 周主任 我纠正你一下 这不是建议 是学生处的决定 我必须站在全院影响的高度上考虑问题 如果声乐系不能修改这张照片的话 那我看这张照片就不要上了 好吧 那就别上了 周宇楼当即挂断了电话 她感觉废管里有一团热气在翻腾 在无人的小路上 她朝天空大喊了两声 到家之后 她砰地摔上房门 一屁股坐在书房的沙发上 目光 投向对面的墙 那张合唱团的合影 就挂在沙发对面的墙上 那是一张三十寸的照片 工工整整 每一张面孔都清晰可见 方莉莉就站在第一排的边上 她笑得那么灿烂 神采焕发 尽管她当时非常的消瘦 其实方莉莉差点就没有机会照这张相 合唱节之前的排练异常艰苦 临出发前 方莉莉开始发烧 大家都劝她别去 她不听 坚持着上了火车 比赛是在一座酷热异常的南方城市举行 刚到那方莉莉就开始中暑 她上吐下泻 两天没吃东西 只喝了一点盐水 在清空了肠胃之后 方莉莉努力地恢复嗓音条件 终于投入了比赛 周宇娄想 那也许是方莉莉生命中最大的一次荣誉了 那荣誉于她当之无愧 也因为再没有机会超越而更加不同 可是现在 却有人要把她从这荣誉里抠出去 而方莉莉 已经再没有机会为自己做一点点的争取 周宇娄愤怒 难道逝者的悲哀 一点都不能换回活人的悲悯吗 死去的人 活着的人 人 人 周宇娄愤怒得站了起来 她突然想骂人 骂所有活着的人 放声大骂 就在这一时 她走过去 打开了电脑 输入QQ密码的时候 周宇娄的手有些抖 她太熟悉那个地方 尽管已经远离了很久 可是现在她终于知道自己有多爱那里 她不知道要是没有那里 她会不会疯掉 当小企鹅跳出来的时候 周宇娄觉得 过去的时光又回来了 和夏楚容说再见是什么时候来着 可能才过去没多久 也可能已经很长时间 妈的 管她 骂吧 骂所有人 在这里你不是周宇娄 不必龟行举步 锦小慎微 不必忍气吞声 瞻前顾后 你可以是任何人 也可以谁都不是 或者是疯子 是野兽 是魔鬼 你尽管肆无忌惮 歇斯底里 尽管胸向壁露 含血喷人 你不是想让所有人都听到你的骂声吗 来吧 喊出你最恶毒的诅咒 和最凶猛的重伤 只要你高兴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挨骂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他自己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骂人 因为每个人都不管你是谁 进入QQ没多久 一抬眼 周宇娄就看见了屏幕右上角的那个图标 那是QQ油箱的图标 那个标志告诉周宇娄 夜落门空 有一封未读邮件 周宇娄点了进去 然后他惊讶地看见 那竟然是他的另一个QQ好友 海柔给他发来的邮件 时间就在前天 标题是 你在哪儿 周宇娄把邮件打开 看到了下面的内容 夜落门空 你好 我是海柔 好久都不见你来了 忙吗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格外挂念你 很怀念和你聊天的日子 我们还有机会再联络吗 如果方便请打一个电话吧 很想在生活当中也和你成为好朋友 想见面聊聊吗 希望你能看到这封信 希望有回音 好了 期待来电 盼着见到你 海柔 在落款的旁边 是白小溪的手机号码 以往为了杜绝后患 白小溪和赵独在掉猎物上钩的时候 从来不留电话 都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就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可是这次 他们真下本了 开全体教师大会那天 从早上就开始阴天 快到中午的时候 雨终于下了起来 不大 嬉戏沥沥沥的 下一阵停一阵 像是断断续续的哭泣 这也是我们学院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的态度 老实讲 全国那么多亿 谢兰在会议上总结了最近的情况 布置了下个阶段的工作 五十年校庆马上就要到了 谢兰让各系抓紧时间准备节目 争取拿出最高的水平参加校庆演出 接着教授申报的事说了两分钟 方丽丽事件的总结用缺了半个小时 最后 谢兰宣布了学校的最新任命 各位老师 大家都知道 安主任去世之后呢 声乐系系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 经过院领导班子的慎重考虑 并结合上级领导的指示意见 现在我来宣布一项人事任命 即日起由冯泰老师担任声乐系的系主任 主抓全系的工作 希望各位声乐系的老师积极配合冯主任的工作 也让我们一起向冯主任表示祝贺 本来系主任是要在周宇楼和冯泰之间竞争产生的 他们应该在会议上宣读各自的竞选报告 在大家投票之后由院领导做最后的决定 但不幸的是 方莉莉事件把周宇楼拉下了水 事件发生的时候 周宇楼是声乐系的代理主任 是系里的负责人 原则上她要对方莉莉事件负领导责任 教委的一位重要领导刚刚做了指示 考虑到此事的严重后果 此人暂时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于是周宇楼便失去了竞选资格 冯泰便失去了竞争对手 报告不必念了 大家也不必投票 系主任改由学校直接任命 关于这件事 昨天下午 谢兰和院党委书记已经分别找周宇楼谈了话 周宇楼表示接受 全体教师大会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钟了 老师们都回家了 只有周宇楼和冯泰回到了办公室 他们要完成一个简单的工作交接 办公室很黑 周宇楼把灯打开 暴雨将至 窗外骤起一阵狂风 风声和明亮的灯光 一起渲染着屋内的沉闷 周宇楼还挺正常 反倒是冯泰有些拘谨 小心翼翼的 仿佛在经历了暗淡无光的挣扎之后 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成果 一时还无法进入收获的状态 整个的交接过程 基本上都是周宇楼在说 冯泰在听 冯泰偶尔插嘴 也是知道 好的 过了一会儿 冯泰的手机响了 周主任 他看了看 笑笑说是雨婷 然后走出办公室去接电话 回来的时候 冯泰向周宇楼抱以歉意的微笑 周主任不好意思 临时有点事 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基本情况我都清楚了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 再给你请教 说完冯泰走出了办公室 周宇楼点燃一支烟 窗外响起一声炸雷 周宇楼把烟圈吐到窗户上 在窗户的另一侧 窦大的雨点劈趴落下 暴雨 周宇楼关上灯 窗外的雨目顿时清晰起来 那样的雨用下 用洒 用掉都不合适 确切地说是砸下来的 像是宝费地说是宝费 周宇楼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如何 失落 失落 沮丧 沮丧 释怀 委屈 不甘 平静 茫然 挫败 好像都不是 又好像都是 就像一道白光 看起来空空洞洞 实际上无所不包 周宇楼站在窗户前面 一声不响 他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 和满天庞陀直面相向 闪电不断地划破天空 周宇楼总能看见 有些面孔 在刺眼的电光中闪现出来 夏楚容 唐凯 方莉莉 他们的脸庞硕大而凄轻 于是漫天雨柱 就变成了满脸的泪水 在他们的面颊上横飞漫卷 有时候 蒋丹的那个巴掌 也会裹着白光扇过来 或者是方莉莉的妈妈 周宇楼看见 她愤怒地拳头 在电光中狂舞 黄大声也来了 黄大声冲过来 周宇楼看见 她的老友青筋暴突 横眉怒目 甚至杜妍也出现过一次 在电光亮起的刹那 周宇楼看见 她举起周海宁小小的身体 猙獰地向地下摔去 雨总算小了些 闪电和雷声也弱了 周宇楼坐下来 揉太阳穴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的双手冰凉 她把最后一个烟头 在烟缸中碾灭 忽然觉得这个动作 很有象征意义 就像是顺便碾灭了 所有的希望 周宇楼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怎么了 总之全错了 就像一个连环套的游戏 套错了一环 也就决定了后面的所有错误 于是周宇楼的人生 便如此不堪 她现在没有妻子 一个响亮的耳光 是她有关妻子的最后记忆 她现在没有朋友 朋友正因为她的一个 无心之措而怒气冲天 她现在没有亲人 她唯一的妹妹 正沉浸在荒唐的恋爱里 忘乎所以 她现在也没有同事 同事们都忙着 和一个走运的家伙 谈官相亲 忽然周宇楼觉得 周围就像一个光怪 陆离的舞台 自己则是那舞台上 被冷落的小丑 小丑躲在宽大的帷幕后面 形影相调 在这个暴雨 清盆的夜晚 孤独 就像素年的沉沙 淤积在渡口 任再澎湃的激流 也冲刷不去 孤独 黑夜中的孤独 就像黑夜本身包裹着周宇楼 令它无处逃顿 就在这个时候 周宇楼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一串数字 海柔的电话 四天前的晚上 当周宇楼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 她并不以为然 而此刻让她奇怪的是 只看过一眼 已经过了四天 那些数字 竟然如此清晰地 印在她的记忆里 掏出手机的时候 周宇楼笑了 笑文就像纪元的枯草 在脸上飘摇 周宇楼想 也许不该这样吧 夏楚容风波刚平 阴间不远哦 但是 世界上会有第二个夏楚容吗 即便有又怎么样 反正周宇楼的人生之路 已经布满了尘埃 那又何必在乎 再加上一层 周宇楼拨通海柔电话的时候 白小溪正从声乐系办公室 斜对面的形体教室里出来 大宇延迟了白小溪的回家时间 于是 她在形体教室里 多练了一会儿 明天表演课上的小品 现在看到雨已经小了 白小溪打算立即就走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电话响了 那个号码白小溪不认识 是个生人 白小溪琢磨着 接起了电话 喂 谁啊 是海柔吗 我是叶罗门空 这已经可非同小可 白小溪差点叫出声来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 当你łby看我看 看我。。 看我 看我 看 став铃和我 比心理 第一节目 跟养 视频道 专门 dus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